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工程化的利器 叫做Webpack 这个工具呢 基本上如果你关注一下这几年的Web前端的话 多少会有一些R1 那我们先看这一张图 这个是来自Webpack官网的一张图 左边呢是我们的原始文件 这里面包括很多的后缀 大家看到JS、CSS、SaaS、JPG、PNG等等都有 经过Webpack的处理之后呢 它会变成JS、CSS、JPG和PNG这样几种文件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Webpack有几个核心思想 第一个JS是整个应用的核心入口 我们想一想 我们之前的所有的Web应用 入口是什么 是HTML 那你的JS 多个JS 然后CSS 然后CSS之间的关系 包括图片的引用 这些全部是在HTML中完成的 也就是说HTML是整个应用的入口 但是Webpack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 它认为JS是整个应用的入口 所以基本上你只需要在HTML中引用一个JS 那么剩下的事情由这个JS来掌握 所以呢 其他的资源都是由JS来管理 包括他们之间的依赖 比如说你在某一个JS中想引入一个样式 那样式中又想引入一些图片等等 这些都有Webpack来处理 那么这些资源呢 最后都由Webpack来进行打包 打包之后统一进行发布 这是整个Webpack的一个核心思想 但这样说的话 肯定是非常抽象的 大家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实际演示一下 首先是Webpack的基本应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 Webpack它的定位被说的最多的 其实是一个模块化打包工具 也就是说它首先解决的是JS的模块化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演示 这里呢我们有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它提供了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会输出hello from module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引用了这个module 然后调用了module.c 这就是JS的一个模块化的方法 我们其实知道 原生的JS并没有提供模块化的方法 即便是ES6曾经出现过模块化的提案 现在呢也没有被浏览器广泛的实现 所以这些模块化的方法人家没法直接使用 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工具来进行打包 Webpack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是audio 一个是main 这两个模块 那经过这样的打包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浏览器中直接使用了 我们先不管打包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先把路径规定了 那打包的路径呢 就是这样一个路径 同样的在build目录下面 好 那我们再准备一个html文件 这个html文件呢 就引用了打包之后的JS文件 我们访问它的时候 应该就会输出这样一段话 console.log hello from model 好 那我们使用Webpack进行一下打包 那Webpack呢 同样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安装的 这里呢就不衍生安装的过程了 Webpack Webpack使用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参数是你需要打包的文件 我们这里是main 第二个参数是你要输出到哪里 build 好 这样就打包完成了 打包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打开这个html文件 看一下 可以看到在console中输出了hello flow module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Webpack的一个基本功能 很好